今天並不是想跟哪些人 又或者因為發生什麼事而道歉 而是想跟所有看過我片的觀眾說一聲 I'm so sorry 那到底是什麼事而道歉呢 就是因為真的好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持和大家的指點提醒 才令我的片越來越好 不過雖然是越來越好 但依然都有很多很不小心的錯 例如那些字幕真的差不多 四條片左右就有一條就有錯字了 那15話乎呢 有時候還會說錯了東西 帶錯了資訊給大家 所以是非常抱歉的 而今天這條片呢 主要是來親自回顧一些自己的錯誤的片段 同時間呢 就是讓大家嘗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找得到當中有什麼錯處 對啦 所以我們馬上回顧一下 我做錯了什麼 夜了 去片 有了接痕和對齊線之後呢 就可以寫上月曆上面的數字了 七條正方處的數字排列就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這就是重點了 大家可能最想知道的就是這個部分 寫好之後就可以貼在主題上面了 我經常都說 你越是忽量的東西 你就越容易錯 就是這個八月的寸法 如果各位有留心一點看到 已經是知道了 所以 我決定罰自己 抄八月 一百次 罰抄一百次呢 其實就不是多 不過有一句說話叫做 天子犯法與樹民同罪 所以呢 老師犯錯呢 都是跟學生一樣 都是要受罰 所以我就罰自己一百次了 是一個 以身作則的一件事 好了 下一條片 不但 而且 爸爸不但看手機 而且還看美女 雖然右下角呢 老師就寫著 不要上場說爸爸了 但大家看一下 老師幫那個學生改的字呢 就說爸爸一邊看手機 還把食物放在地上 可以想像到這個情景 其實老師是不是都是暗爽 可能大家要找到 沒錯 就不是爸爸 不是說爸爸 是說弟弟 所以要用回老師的回覆說一句 Sorry 沒看清楚 I'm so sorry 好 下一條片 Which is the best estimate for the length of a football 下面有幾個答案 1尺 4吋 5吋 8吋 學生就選了1 foot 但他補回一個球 在後面 他又合數 因為足球來說 都有不同的size 用一個足球 來估計一個足球的size 又很合理 相信這種低級錯誤 很多朋友已經看到了 沒錯 我將這個fit 不說成串 其實fit 是foot的重數 foot是尺 兩尺或以上的時候 就會用fit 而村 的英文是inch 重數的寸 是inches 所以呢 我也都跟別人罰了自己 抄這個 Inches 是not equal to fix 100次 好 接著來 下一條片 第三款 這個我相信對於一眾的香港人 都不陌生 這一款來自澳洲的 這款品牌 它的賣點就是 色彩夠鮮艷 還有一些蜜 夠內用 一枝有牌用的 這條片應該很多人沒有發覺到我說錯 其實呢 那個螢光筆的牌子 不是澳洲 是德國 好 接著來下一條片 如果期間刺激到喉嚨不舒服 就可以用水 浪口 清一下喉嚨 眼不舒服呢 就立即用生理鹽水直接沖眼了 如果沒有 都用清水 傷口或者皮膚 因為催淚煙而過敏呢 可以用毛巾 沾一些用梳打粉和水混合液 然後再清洗 這段片大家未必知道哪裡錯 因為我還是很後來才發現 其實真的示範錯了 那個洗眼的方式 就是我示範的時候 就是側在一邊洗兩隻眼 事實上是應該 側一邊 例如我側左邊 的時候呢 洗左眼 洗完擦乾淨了 再側右邊 再洗右眼 這樣才不會說洗完那些水 可能會流到另一隻眼裡 好 下一段 然後打開桌燈照著這碗水 水反光會令飛魂以為那裡是一個光源 那它就會盲中中衝過去 我自己也親自測試了 也確實可以抓到一隻那麼多 雖然我住的地方 慶幸只是偶然出現一些飛魂 但其實只要有一隻脫翼成為白魂 還要躲在陰暗柱裡 產卵 問題就大了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這段同樣地 都可能很多人未必知道錯哪裏 其實我就說一隻飛進來 就會有機會產卵 這樣 其實我看回資訊 我才知道原來在飛的狀態的時候 它就不會說成癮 是要脫翼了 才有機會交背懷孕 所以最少都要兩隻 因為兩隻才會有一雌一雄 好 下一條影片 請用頭涼體溫 如果沒有頭 才用你的手涼體溫 首先它應該想說的是 清量度頭部的溫度 而不是用頭來涼體溫 那是兩件事 接著呢 如果我不用頭 我就要切頭下來才可以用手 那它呢 它還在說什麼 它正在用手涼體溫 看來有些人真是嚴命長 就算你用的字沒有問題 但是你說的內容 都隨時被人攻擊村莊 相信這段 亦都是很多人不知道哪裏錯的 實情是錯得很隱悔 怎麼這樣說呢 我看到我的鋪排是說兩個告示 然後就是說 這個告示 就是你這樣說 就得罪了主席 這樣就會被人攻擊村莊 其實暗示這個告示 是來自中國內地 但其實呢 實情的告示 有觀眾告訴我 是來自馬來西亞的 也上了新聞 後來才發現 對呀 為什麼我不查久一點才再說呢 我發現我忽略了 因為張圖我哪裏看到的呢 是某個內地的微博都看到的 先說明說 我是沒有微博張號的 所以我看別人的微博 我只能看到第一頁 就是第一頁 我看不到的了 為什麼人們經常問我 我的圖哪裏來呢 其中一個來源就是微博 就是這樣 今天就是回顧這七條片 當然我錯的片段 當然不止那麼少 如果還要數字幕的小錯處 可能也有百幾二百條 很誇張的數字 不過還是那句 無論誰都好 錯真的要認 其實這個真的沒有大筆料 每個人都會錯的 就是 老師錯 你就更加要示範一下 就是再有老師錯了 是怎樣 用一個什麼態度去面對自己的錯誤 這個是比說你有沒有錯的東西 就是盡量不會犯錯 而犯錯 你是怎樣面對呢 就是這樣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 我保證日後會更加小心謹慎 那當然 如果大家日後有錯的話 都歡迎大家留言來指證我 我是絕對歡迎 再見 我發現呢 我抄這十個字 十次名字 應該說 抄這十次 圈憑答 是好像更慘 比抄一百次August 就是我上次某條片說這個名字 我說 只寫這個名字 都好像被人罰抄 我完全感受到 就是如果二選一 我是寧願抄August一百次 I mean 辛苦程度 就是這個是會輕鬆一點 抄這十次已經想吐了 好